华语之上 2017年 范龙斌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发现员工在看自己演的影片 气得把员工开除 这名员工王坤是穿越者 拥有减肥系统 每减时间可以获得一个超能力奖励 他先后获得了大师级音乐能力 大师级导演能力和影视后期制作能力 王坤找到了一个叫张天爱的18线女演员 让他出演自己导演的电视剧 《太妃生殖记》的女主角 张天爱起初有些警惕 担心王坤会提出不当要求 但王坤没有提任何要求 就给了他这个机会 剧组开拍后 张天爱想请王坤吃饭表达感谢 但王坤拒绝了 总体来说 这是个穿越题材的小说 讲述主角王坤在娱乐圈发展的故事 主线是王坤减肥并获得超能力 以及他导演电视剧的过程 《箱子里的大名》 2023年现代 李道玄收到一件神秘的生日礼物 是一个造景箱 里面是古代贫穷村庄的场景 有可以移动的塑料小人 李道玄发现这些小人好像有智能 可以与外界互动 同时 穿插描写了1627年明朝末年 高一叶和母亲在旱灾中挣扎求生 结果母亲被山贼所杀 高一叶独自一人艰难求生 李道玄发现造景箱中的高一叶也在挣扎求生 不禁对他产生怜悯之心 两次伸手改变了剧情 击退了要杀死高一叶的山贼 高一叶目睹这一切 认为是天神在保护他 最后高一叶直接向李道玄求助 希望他能施舍给他15 两人跨时空产生了联系 剧情结束在高一叶向李道玄求助的时刻 基本涵盖了一个穷苦少女在绝望中得到神秘力量庇佑的奇幻剧情 前段写实 后段加入魔幻元素 最后故事走向流有悬念 他们都入戏太深了 男主角霍明杰刚结束在一部神雕侠侣电视剧中的一个小配角拍摄 正准备离开剧组去下一部戏的拍摄地 霍明杰从这个小配角真质饼中获得了两项技能奖励全真心法和金燕功 他试验了一下金燕功 发现实际效果很差 被剧组中的一个小姑娘杨幂演郭香看到了 杨幂本来音戏中的角色关系和霍明杰不太对付 但看到霍明杰试验金燕功后态度软化 还送了饭盒表达歉意 霍明杰的经纪人兼侄子霍成音来剧组接他 开玩笑提醒霍明杰别随便对女孩子笑 因为他有男媚模的setter 霍明杰和杨幂告别时露出微笑 让杨幂有点失神 霍成音看到这一幕担心霍明杰会惹麻烦 希望他以后小心 整段剧情描写了霍明杰获得新技能 和剧组里一个小姑娘的相处 以及霍明杰男媚模设定带来的麻烦 主线比较清晰逼我重生是吧 这是关于一个名叫成竹的高中毕业生的故事 成竹和女朋友李新月吵架后 为表达伤心 学会了抽烟 这引来了李新月的闺蜜陈荣荣 和喜欢李新月的同学李锐的批评 成竹不以为意 用暖男排狗后面等话激怒了李锐 李新月提出分手后匆忙离开 成竹并不挽留 成竹和好友王安全坐公交回家 王安全建议成竹再追回李新月 但成竹已经决定分手 他们路过成竹未来买下的房产 成竹计划提前购房 李新月发信息宣布分手 成竹直接同意并删掉他的联系方式 王安全吃惊 觉得成竹做得非常熟练 成竹解释这对李新月也是一种解脱 否则李新月大学后还会继续跟他纠缠不清 他还在备忘录记下好女孩别辜负 坏女孩别浪费的名言作为参考 总体来说 这是一个普通高中生成竹在毕业后遭遇感情变故 与女友李新月分手的故事 文中穿插了成竹的朋友和曾经的追求者 描写了分手后的种种反应 重走人生路之我是小场义 这是一篇穿越重生的现代架空小说 男主角李棠原本是一名省会城市医院的职员 有妻子和儿子 但他突然醒来发现自己重生在了20世纪50年代 成为一个小镇上名叫李棠的三岁男孩 李棠意外获得了一位古代中医大夫百年从医的技艺和医术 他拜师学医 最终成为这个小镇上的中医大夫 李棠和本地女孩丁敏订婚 但因为房产问题 丁敏的母亲强迫两个人分手 李棠其实并不爱丁敏 也就顺水推舟分手了 李棠的发小田君牙藤来看病 李棠用三针治好了他的牙藤 两人随意聊起李棠和丁敏的分手 故事背景似乎是在文革结束后 恢复高考的那一年 男女主人公都是小镇上的化肥厂职工子女 主要讲述李棠在这个年代生存和适应的故事 都重生了 又当消防兵了 这段文字讲述了一个名叫芳怀的青年 通过某种神秘力量回到了2007年的重庆 重返高中毕业那一年 她原本在未来过着失败沮丧的生活 这次重生给了她重新选择的机会 芳怀重新经历高中毕业前夕入伍那一天 看到了已经失去的母亲 以及曾经的朋友和女友 芳怀决心改变人生 向往通过参军立功来获得荣誉和金钱 但是重生之后 她发现生活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多 文中透露芳怀拥有某种神秘系统或力量 可以帮助她完成任务 改变命运 整体来说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second chance故事 通过玄幻元素描写了一个失败者 如何在重生中寻找救赎的过程 主题积极向上 值得期待后续的发展 你这律师不对劲 1.唐方静检查出自己患有晚期肝癌 只剩3到4个月的生命 在绝望中 她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成为了一名互联网公司的普通职员 2.唐方静原本是一个律师 对法律很熟悉 公司的主管刘部长经常在非工作时间加班 让员工处理工作问题 唐方静与她发生争执后被公司开除 3.唐方静激活了一个叫玩命律师的系统 可以通过用法律手段教育公司来延长自己的寿命 她决定控告公司要求违法开除的赔偿金及高额加班费 4.唐方静收集了大量证据证明公司存在非法加班情况 要求68万多的加班费 这在劳动仲裁委看来是天文数字 5.公司主管和老板认为这是唐方静的噱头 要挟钱财 不予理会 唐方静一心为了活下去 决心用尽一切法律手段与公司抗争到底 6.故事未完待续 基本把握住了主要剧情和人物关系 让我知道如果有任何需要补充的地方 6.3.0